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字符串 那首先呢 老师提前跟同学们介绍一下啊 咱们认识字符串的话 这一小节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字符串 那首先呢 第一个方向啊 就是我们去回顾一下 在之前课程当中 咱们学过的字符串的写法 是不是就是单引号 或者是双引号这个写法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去介绍一下 其实在Python当中啊 不光单引和双引 是可以用来书写字符串的 那么其实三引号 也可以用来书写字符串 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呢 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这个字符串啊 它的一个这个注意事项 那这样的话呢 同学们就跟着老师一块啊 咱们回到这个Python里面来 在Python里面啊 比如说咱们像原来一样 来一个变量A 那老师打一个单引号 比如说 书写上一些字符hello word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去print打印 打印什么呢 打印这个变量A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hello word这个字符 是不是就被我们打印出来了 但是在此基础之上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type type这个函数啊 是不是检测数据类型用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再从type的基础之上啊 加上一个print 打印输出一下 检测到的数据类型 当我们右键run 那么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STR 那我们说 但凡得到STR呢 说明我们A这个变量啊 所存储的数据 数据类型 是不是就是字符串类型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个单引号写法 但我们说不光单引号 可以用来修饰我们的字符串 双引号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双引号 书写上一个人的名字汤姆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去print打印 检测数据类型 B这个变量 所存储的数据 当我们再去右键run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得到B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 它也是字符串类型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我们已经学过的 这个单引号和双引号 去书写咱们的字符串 那刚才说 我们第二点呢 是不是就要去看一下 在python语言里边啊 其实我们的字符串 是不是可以去书写成 三引号的写法的 那就是说 我们三引号啊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同学们注意啊 老师来一个变量是e 打三引号怎么打呢 就跟我们的都行注释 一个写法 注意啊 来一个引号 比如说老师这里放一个什么呢 i m tom 我是汤姆 那么这个e的话 是不是用三引号 书写出来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去type 检测 e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print啊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去右键 run 同学们注意来看 e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 是不是仍然是STR 那也就是说明 e它的数据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 字符串类型 对不对 比如说啊 我们同学们注意 来一个这个f这个变量啊 f这个变量 同学们注意啊 咱们的引号 是不是多行注释 还可以用双引号书写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书写出来三引号的 这个双引号写法 那比如说啊 老师换一个写法啊 换成I大写 MTOM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去print打印 打印什么呢 type检测数据类型 f 那么这个时候啊 当我们再去右键 run一下 同学们注意来看 是不是仍然双引号 这种三引写法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 这个字符串类型 对不对 所以啊 这里是不是就验证了 我们三引号写法 它也是字符串类型 当然 那我们就要问问题了 单引号 双引号的字符串 和三引号的字符串的区别是什么呢 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比如老师这里啊 把im之间敲一个回车 首先同学们观察一点 是不是没有加任何的额外字符的基础之上 语法也没有爆错 当我们右键 run一下 同学们注意来看 f这个变量 敲完回车换行之后 是不是仍然是字符串类型 并且与此同时我们要去看一下 那之前的这种单引双引的鞋法 如果敲了回车会怎么样的 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敲回车 它是不是加了一个鞋杠 并且下一行 是不是也是一个引号的鞋法 这是不是才能保证 语法不报错的前提下 邮件运行 是不是Hello World 并且这个Hello World 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Hello World 只是代码换行了 但是输出的效果 是不是跟不换行 输写是一样的 但是同学们注意来看 如果是三引号的写法的 f这个变量 是不是也敲了回车了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右键咱们去转一下 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i m 汤姆 是不是都回车换行写了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啊 我们三引号写法啊 它是支持回车换行 并且是不是不会添加 任何的额外字符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当我们三引号写法 敲回车之后啊 我们输出的字符 是不是也是以一个 回车换行的形式展示出来的 对吧 这是我们三引号写法 它的一个特点 但是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老师要讲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字符串 它的一个注意事项 听老师说啊 老师这里有一个数据啊 是这样的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在英语里边 im汤姆这句话 是不是可以缩减成 ipm汤姆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同学们 我们要怎么输出呢 比如说同学们非常简单啊 老师你来一个辩量 比如说叫c 然后来一个双引号 引号里边 放上刚才你目标 想要输写的这个字符串 不就可以了吗 那我们把它复制啊 我们把它去 control v 粘贴一下 那老师在这里 粘贴完成之后啊 比如说咱们这样啊 来一个print打印c 并且老师还干什么呢 print打印type 检测数据类型c 在此基础之上 右键软一下 同学们来看 ipm汤姆 字符串 是str类型 是不是都能完美的 输出出来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 同学们注意啊 老师这里写的c 这个变量 数据是不是双引号的 字符串引号 那老师要换成单引号 会怎么样呢 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比如说来一个d这个变量 老师打单引号 control v 粘贴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语法是直接报错的 它报错的原因是什么 同学们注意来看 这是不是单引 这是不是也是单引 这也是单引 这整句代码里边 是不是有三个单引号 那么说引号啊 是不是都是成对出现的 其实现在啊 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人家就这么认为 诶 你这三个引号 谁跟谁是一对呢 是不是分不出来对数 那么这个时候 语法是不是就报错了 那么在此情况下 老师把它看成加第一份啊 把这个报错的注视掉 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同学们注意啊 我本质希望 是不是最前和最后 这个引号是一对 而我i和m之间的 是不是语法里面 那个品啊 对不对 诶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同学们 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用单引号了 字符串 咱们刚才用双引号去书写 是不是百分之百完美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如果啊 同学们注意 我不想把它改成双引 我还是想让左右都是单引 这时候怎么办 同学们注意 老师就只能再教你一个办法了 加一个斜杠 转译这个引号 不让它作为引号含义出现 而是作为什么呢 英语语法里面的这个品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 首先第一点 语法是不是不报错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老师print打印D 同学们 右键来运行一下 是不是 IM汤姆是原药输出的 并且老师再去print 打印什么呢 检测数据类型D 在此基础之上 再去右键run 同学们注意 是不是也是STR类型的 所以这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注意事项 如果是单引号里面 你要是再写单引号 是不是语法报错 那怎么办呀 如果想要 它不是引号出现 而是英语里面的品 加一个转译符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OK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支持点讲完 跟着老师一块回到笔记当中 咱们做一个小回顾啊 首先我们第一个 讲的支持点 是不是像原来一样 输写引号 不管是单引还是双引 是不是都是字符串类型 其次呢 我们是不是又新学了一种 三引号写法的字符串 特点就是支持回车换行 而且输出的数据 是不是也是回车换行输出的 那么其次就是 我们如果想要在字符串里面 输入IM汤姆 这个M和I做一个缩写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首先 你第一种写法就是用双引号 然后里边这个皮尔 是不是就不会作为引号出现了 那么第二种 如果外面还想用单引 是不是就加一个转译符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解的 咱们这个注意事项啊 好了 那么支持点 讲解完成 老师把咱们这段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 同学们课下 多注意一下写法就可以了啊 酱 2 3 6